师父常说每个人的业障像海一样大,像山一样大 因为山是很重的,海是很广的 也就是说,这个人浑身都是毛病 犹如山一样大,海一样广 业障在山上,没有一个好的地方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想一想,你们每个人从小到现在有多少缺点? 不听人家劝,不听人家说 好吃懒做,只知道自己,不知道人家 不知道人家的感受,只知道自己的感受 伤害人家,诽谤人家等等 这些罪业重如山,恶业大如海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学佛之前,我的身体一直不怎么好 便秘非常严重 而且还有假抗导致的低体重和高血糖 去年是我的59岁关节 业障爆发,便秘很厉害 去医院看也解决不了 于是我礼佛大忏悔文108遍一波 108遍一波的许,来忏悔业障 小房子也是108章108章的念 加上许愿放生,每天读诵,学习白化佛法 五大法宝用起来,感恩菩萨慈悲加持 现在,我的身体恢复正常了 感恩观世音菩萨让师父把五大法宝传给我们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救我们的 感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我是天经的同修 在今年3月29日这天 我感觉身体跟平时不一样 不想说话,身上没劲 胸腔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说不出来的难受 今年是我的369的关节 还是节上节 在生日之前 我已念诵了一波小房子 生日过后 我抓紧念诵小房子给我的药精者 由于业障深重 劫难还是来了 我立即跪在佛台前许愿 给我的药精者再加念49张小房子 一个半月之内完成 病好后现身说法 其实在临近春节前几天 我身体就有不好的迹象出现 通过许愿放生 在初十这天就恢复了正常 我以为这个关节已经过了 没料到在三月底又出现了反复 所以说 到了369的关节 千万要注意 不可以掉以清晰 通过大量烧送小房子 在五月初 身体恢复了正常 在这期间 我又喝了些中药 调理身体 感恩大四大杯观世音菩萨 把这么好的心灵法门带到人间 让我们这些苦难众生 离苦得乐 在短短的一个多月后 身体就恢复了健康 从今以后 我要更加精进地学佛修心 改掉身上的不好习气 去除贪嗔痴 守住口夜 像师父教诲的那样 随缓消就业 更莫早新秧 在学佛的道路上 一门精进 永不退转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四大杯观世音菩萨 此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有关中元节 于兰盆节的佛学开示 一 一 中元节的民间习俗 及玄学内涵 四 中元节天上菩萨 地下神灵 到人间救人寻查 要严守身口意 念经行效 功德增加 选自2011年8月13日 玄艺宗述 请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明天是十月十五 中元节 希望大家呢 多念经 多消香 明天天上的菩萨会很多 地下的神也会上来很多 就像寻查一样 因为很多的鬼放出来了 所以 就是说 地府的官员也上来 会管住他们的 所以这个时候 最好嘴巴不要乱讲话 也千万不要说 死人什么不好了 什么东西 所以这种话要千万注意 一定要多念经 他的功力也会加强 而且地府官如果看见你 对自己的亲人很孝顺的话 他也会让你的孩子 对你孝顺的 所以明天 在中元节的时候 希望大家一定要谨慎 讲话特别当心 做事情千万不要 对爸爸妈妈 尤其对长辈啊 都要当心 否则的话 太多菩萨神了都会看见的 好 那么听众朋友们 请大家好好的修行念经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再一起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要把自己的毛病用放大镜来照 要把自己的优点用显微镜来看 也就是说 要把自己的优点看得很小 而把自己的缺点要看得很大 这样才能知道自己原来有多可怕 要醒悟赶紧改正自己身上的毛病 很多人反过来 把自己的优点用放大镜来看 明明做了一点点善事 要看成很大很大的 而自己很大的缺点 却看得很小 认为 我不就这么一点点小事情吗 有什么关系吗 请千万不要忘记 因小果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